1、2、3、2 哈囉大家好,我是公管系B99的郭嘉佑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我在大學做過的社會議題推廣 在我們大三的時候發起了一個活動叫做阿嬤的取飛機 我們有一個比較年輕的方式去重新包裝外負這個歷史議題 我和朋友們在網路上面把阿嬤們的故事改寫成短文還有翻譯成英文 我們都是演子,班攝影展,班講座,做裝置應俱還有拍影片 經過半年的努力之後呢,我們成功讓你們上街抗議的人數 從平均的50人上升到300人左右 在大四的時候我做過了一個計畫叫做採用路上的願望 我們和一些知名企業合作在網路上面賣蛋糕 那彭二人真的蠻好心的 我們兩個月下來獲利超過一百多萬 那我們把這筆錢拿來幫助一個 類似品牌十四年來的受災部落哈凱部落這個重建 我覺得在這兩個計畫當中 我都很努力的贊助臉部媒體還有社群網站的經營 因為我覺得這些議題一定要被看見才會有更多的人來幫助他們 而且學生在做這些事情其實是相對容易的 我們有大量的時間跟創意 還可以很容易找到不同裡面的朋友一起做一件有意義的事情 所以我一個大學生 你一定已經具備了一定的能力可以去改變一些生活 不管你是寫文章、作品裡面、拍影片 你一定可以找到自己喜歡的方式去推廣你所關注的社會議題 我覺得台大社會貢獻獎的精神在於 台大學生不是因為女人會考試所以叫做優秀 而是因為社會大眾把改變社會的希望放在我們的身上 那我覺得台大的學生不管是在學或是畢業之後 我們都要記得我們比別人多了一些選擇 這是我們的運氣也是我們的責任 謝謝 大家好我是李芳穎 那現在就讀於公共衛生學院的健康政策與管理研究所的博士班 它其實還牽涉到很多就是社會層面的議題 就是例如像說 包括一些對一些特別族群的可能是污名化 或者是例如像說貧窮啊然後健康不平等等等這些 社會上有觀感的東西 對對對 我就是去做一些例如像人力上面的支援 例如像說我們會去發保險套啊然後發那些就是衛教選導的單啊或者是辦一些活動 那甚至是經過訓練之後可以去幫忙接聽一些就是咨詢的電話 然後對或者是甚至可以幫忙做一些就是快篩快速篩檢然後跟回教資訊這樣 我可以把我的所學就是 feedback 給 NGO 對就是例如像說當他們在規劃一些食物的計畫或者是研究的計畫的時候 那對我可能可以幫忙做一些規劃或者是設計 那對我可能可以幫忙做一些規劃或者是設計 台灣跟日本的在一些疫情方面可能就是是我們有值得相互切磋跟學習的地方 公共衛生的精神就是要不只要自掃門前選還要管他人瓦上霜 其實講白一點就是要帶一點雞婆的個性這樣子 對去關注這些公共的議題這樣 那我是古登如 那今年九月剛從台大社工所畢業 那我之前做的活動就是一個叫請街友吃飯的活動 這樣子 其實那時候並沒有一開始想像想要做那麼大 那時候就只是單純在自己的臉書還有BBS就是發訊息 媒體都喜歡在BBS上 造新聞 造新聞 對對對 所以就好像突然就是很多人都知道了 後來就變得很多人有知道這個消息 所以那時候就是信件就如雪花般的飛來 對 原來這個活動可以激勵一個人說 我從前沒有做過善事 但我知道住人原來是可以很簡單 然後很有創意的 然後他們就會為了這件事情 然後就是很高興然後這樣子 就是那時候就把請街友吃飯的吃飯這個 這個 意涵擴大 對 象徵意涵擴大成就是 要讓街友有一個友善的環境才能吃飯 才能生存嘛 所以就是想要做這個 街友去屋名化的步 然後街友的這個全力的倡議是 未來我很想要繼續努力的 很想要繼續努力的 好想 流浪體驗營 然後就是街友帶你去流浪這個活動 其實在上個月的月底其實有辦出來 就已經辦過了 不要小看自己 你遠比你自己要有的能量 而你的小小努力世界會大大呼應你 那勉勵所有的學弟妹都可以 不要害怕 然後勇於地踏出自己的舒適圈 然後就會讓社會更和諧 就會讓社會更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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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後來站在家裡 要留在家裡 在很多時候 那就讓社會更和諧 那後來站在家裡 這麼想說 社會的社會 社會 Mallet 社會審 社會社會社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